各位看一下齁,我list的出来这些counterif,所有可能性大概都list在这里 那我给你看一下help,原厂就是微软的help,它提供几种语法,来 我开到新的页面来,对不对?按着Ctrl键滚了网均,就可以放大,放大看起来比较舒服 等于C-O-U-N,sorry,C-O-U-N-T-I-F Double Click,那移到这里来,可以看,开help 这里是看语法,是开help,完整的说明在这里 这是他完全说明,我没瞄一下,移到边界来,可以再把它调一下 这是Counterif,他给你的case,来看一下 影片其实以后你学新的,应该可以自己慢慢看哦,虽然他讲英文,其实你懂,看得懂他说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语法这里,各种case在这里 第1个,这什么意思 找名字,收起来 你看见吗 找apples,这是在找文字,啊这是什么,这就是参照啊 我们刚刚找85分,打了很多呢 这什么意思,看得懂吗,大于 55的 那这什么,不等于and的那一格 这一格55,就是不等于55的 你看懂吗 这什么,找 任何文字 那这找什么,这里呢 后面这几个呢 前面5个字,后面一定要什么,ES做结尾 他历史的case就这些而已啦 我给你看了,我们整理完各种case在这里哦 那我们再看一下help 那这边还有一段,我们看一下这个 老师 他有两个conve,相加,对 先找这一格再加上那一格 什么意思 也许这一个是85的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90的,这什么意思 请问85分跟90分的加起来几个 概念是这样 你看懂吗 康内福可以加哦 哦,在这一段,如果A2是85,就找85的几个 那 这边呢 A3是90,请问这两个加起来几个 那这边也可以什么 可以相加,也可以做什么 相减 你看懂,这什么意思吗 大于等于32,什么意思 33分到100的 32分到100分的几个 减掉什么 什么叫大于85 86到100的 那我们有做了个case,我们看这里 那我们看这段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数学成绩 这句话什么意思 数学成绩大于等于80 我们用白话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80分到100的有几个 对不对 从80分开始讲 80分到100的几个 那后面这句怎么说 数学成绩 大于90,什么意思 91到100的 他在说什么呢 来 我来简单的说 这个在说什么呢 假设我们全部 80分到100的有这些人 这是80到100 那这句话是什么 90分到100的这些人 好 80分到100的这些人 减掉 91到100,其实他在问什么 问这一段 问这一段,什么意思 请问80到90中间几个人 有听懂吗 这个就是什么,这句话在问什么东西 180分到100的 减掉 91到100的 所以他其实在问区间 可以理解了,来 我来做看看 那怎么打最快 来,我们移到隔壁来 把它关闭了 好,数学成绩 80到90分中间有几个人 等于 Count if 数学成绩是第2 帽到第37 那什么叫做80分以上呢 大于等于 80的 几个 然后呢 然后呢 减掉 不用再重打了 把这一段复制起来 后面 90分的 80分到100的 减掉 91到100的 其他在 就是在问80到90中间几个人 答案是 20个 来,换你做一下吧 来,换你做一下吧